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 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今天再次突破800起 新增847起确诊病例 今天的新增病例当中 有5起是境外输入的病例 其余都是本土病例 沙巴占了578起 雪州137起 四美兰38起 今天新增4个感染群 同时 我国今天也新增5起死亡病例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847起确诊病例 其中842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5起是境外输入病例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上指出 今天新增的842起本土病例 有578起在沙巴州 雪兰儿137起 曾美兰38起 纳米29起 吉隆坡23起 霹雳14起 槟城10起 沐城4起 吉打吉兰丹马六甲3起 彭亨2起 柔佛增加楼和沙拉月1起 今天新增4个感染群 两个在沙巴分别是萨乌和迪努萨感染群 马六甲新增温布感染群 雪兰儿增加温布感染群 至于现有的感染群方面 沙巴甘拜园监狱感染群 今天大增155起确诊病例 雪兰儿乌达玛感染群新增8例 累计206例 这个感染群出现第六代传染 另外一个在雪州的欧豆感染群新增10起病例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3804起 我国今天新增5起死亡病例 其中4起在沙巴州 一起在吉打州 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到204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486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有15417人 目前还有多达8183名确诊病患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90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29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斯美兰辛拉瓦阿斯法伊斯兰技术中学 有33名学生正式感染新冠病毒 对此 该州行政议员维拉伯表示 该校目前已经被勒令关闭并进行消毒工作 比拉伯表示 该校在接获消息后 卫生部已经安排教职员以及学生进行病毒检测 同时不允许任何人进出校园 另外 卫生部昨天已经为75名学生进行病毒检测 检测结果目前还没有出炉 比拉伯敦促民众不要恐慌 同时不要随意转发不确实的消息 一切以卫生部发布的消息为准 卫生部昨天出动官员到巴达林的彩虹白沙罗组屋 为当地的居民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巴达林县卫生局官员阿杜拉·萨菲伊也证实 该组屋B洞有23名居民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 昨天在彩虹白沙罗组屋B洞进行新冠肺炎检测的居民 共有760人 其中有23人 也就是3%的居民确诊感染 阿杜拉·萨菲伊指出 检测行动从凌晨6点30分开始进行 并针对出现感染症状的居民优先进行筛检 当局随后也将会为C、D、E以及F洞的居民进行检测 警方也将会在现场轮班驻守 协助维持秩序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内阿杉尼表示 警员在凌晨5点检测进行之前 就已经在现场驻守 确保所有的居民都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保持人身距离 他想要当地警区正在展开保护巴达林在野安全运动 巴达林在野的居民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出门 截至昨天中午12点 雪州共有116起新增确诊病例 而巴达林县则占了新增确诊人数的37% 共有43起新增确诊病例 雪州巴达林在野圣约瑟夫国际学校 一名女实施教师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该校将展开消毒工作 以确保全校的人员安全 此外 该校职员即日起将落实居家作业 这名实施教师在10月12号曾经到学校报道 随后 由于实施教师曾经与一名确诊病患 有过密切的接触 因此该校在13号开始关闭 据了解 这名实施教师从10月14号因为感到身体不适 第一时间自我隔离 他被要求进行病毒检测 而检测的结果呈养性 盛约瑟夫国际学校校长发表通告指出 该名实施教师已经在10月20号收到检测结果报告 校方表示 将配合政府拟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严守防疫措施 以及在有关当局的指示之下 进行消毒和清洁工作 为了安全起见 该校的全体职员也已经被指示居家工作 另外 校方表示 在必要时会更新该校最新的消息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卫生部指示的作业程序 以阻止病毒扩散 齐达州华林县再有一所学校 因为有一名学生确诊新冠肺炎 所以被下令即日期关闭7天 直到10月28号 学校关闭期间 学生将进行线上授课 东姑布特拉小学是华林县第二所 因为出现确诊病例而关闭的学校 在学校关闭期间 教职将从面对面教学 改为线上授课 我希望所有学校都要做 SOP 我说的经验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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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前 也就是10月20号 击打华林中学也因为学校有教职员确诊新冠肺炎 而关闭7天 直到10月27号为止 以便叫方进行全面的清洁及消毒工作 政府宣布从今天开始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范围的三大领域 也就是建筑业 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管理层 落实居家办公措施 希望可以减少百万人流活动 切断感染电 不过 有不少的网民质疑 为何相关地区的人民 可以外出购物 用餐档 但是却不能上班 对此 国防部高级部长 Nadokshi Ismail Sabi强调 居家办公只限制管理层 因为他们不一定要在公司上班 他还解释 政府不能要求商场等场所全部关闭 因为这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所以سبkey它们不好 我们可以缴脱整个工作 在公司上身邊攻击 温途是我们将作与人进入 我们缴脱活動的 使用要脱活动的 如果在我们有多楼 逛房子 购物宣买 如果可以 如果给我们的 只需在一天 你也必须购物宣买 疫情最好是 住宫 他还说允许夜市和超市营业 是因为人民需要生计 无论如何他还是提醒国人 为了健康着想不要随意外出 另外针对四眼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 要求国防部取消每日汇报会 以免对国人造成混淆 并直指汇报会不是展示 橱柜物品和服装的平台 对此Isma Sabri做出驳斥 Isma Sabri进一步解释 每日汇报会是为了让人民知道 政府有在做事严格执法 以防止任何非法入侵和对付为令者 另一方面 如果在新加坡工作被裁退回国的大马公民 可以向卫生部申请减免隔离费 如果回国有问题 可以向大马移民局反应 由于国内的监狱爆发的疫情没有减缓 Isma Sabri宣布 五个北马监狱和四个雪州监狱 急宿舍 从今天开始直到11月4号实施加强行管令 沙巴拿赌一个肯植民区安中德路 从24号星期六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 直到11月6号 而当地的杂货店可以营业到傍晚6点 沙巴仙本纳和古纳县的六个区 加强行管令原定在本月24号结束 但是由于当地还有出现新病例 因此将被延长到11月6号 以便继续筛查活动 国防部高级部长的德律 Isma Sabri在20号宣布 只是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范围内的 政府机构及私人领域的管理层 从今天开始居家办公 直到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结束为止 对此人力资源部也强调 所有的员工在居家办公期间 雇主必须要照常发放员工的薪资 人力资源部长德律 Saravanan今天发文告表示 在居家办公期间 雇主必须要遵守劳工法令的指南 除了要支付员工每个月 应该获得的全额薪资以外 也不能强迫公司员工 请年假或者是申请无薪假期 他强调这项声明事和三月行管令期间 所实行的指令是一样的 不过他也解释 为了维护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共同利益 雇主可以事先与员工商讨 在双方达成共识之下 才可以实行有关的行动和决定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民众可以拨打热线 向大马半岛人力局做出询问 伊斯曼萨比昨天也强调 这项居家办公指示 只限于国际贸工部管辖的 工商和公共服务领域 军警人员 公共交通 零售业级14等 则不受影响 另外 他也澄清 只有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地区的 外籍员工 才需要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从孔区上班的民众 则鼓励接受筛减 然而 这并不是一项强制措施 随着槟城威南区 找移的威省监狱和宿舍感染群 确诊病例增加 国防部昨天宣布 今天起落实加强行动管制令 直到11月4号 以遏制病毒蔓延 警方目前已经安排人员 驻守监狱和宿舍的大门 直到军方接手 预计 有2110名囚犯以及1000名监狱人员和家属 受到影响 威南警区主任李总成表示 监狱内的职员和职员家属不允许随意外出 除非有紧急状况 但必须获得警方同意后才可以外出 此外 警方也会严厉检查出入的车辆 以确保送货的司机以及跟车员都有采取防疫措施 早前 槟城扣留犯监狱爆发热慢感染群 当局随即宣布实施加强行管令后 情况便得以控制 目前已经没有再出现确诊病例 根据卫生部的消息 着V感染群昨天再新增9起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00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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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昨天逮捕了涉嫌污染血栏而合的8名男子 他们分别是一家机械建筑以及维修公司的董事和员工 警方已经将他们押往市拉压法庭申请严酷注查 直到本月28号 这8名嫌犯年龄介于28到66岁 其中包括两名62岁和31岁的公司董事 两人是负责关系 其他6名嫌犯分别是两名本地员工 以及4名来自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缅甸的外籍员工 这家涉及污染河流的公司也是来自雪州万劳 他们涉嫌将污染物从万劳共和流入雪兰而合 并导致雪兰而合出现异味 四个绿水站被迫停止运作 雪龙1292个地区将近120万个家庭用户面临断水的困扰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430条文 恶意损坏水利工程或非法饮水调查这起案件 一旦罪成将被判监禁不少过5年 最多30年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醉酒和吸毒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案件常常发生 交通部长的德西魏嘉祥表示 2020年陆路交通法令即将在明天23号开始生效 在新的法令下 涉及酒驾、吸毒以及鲁莽驾驶者将面对坐牢20年 或罚款10万令吉 或者驾驶执照被吊销20年的刑罚 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魏嘉祥表示 该部已经从总检察署获得有关法令的生效日期 并且已经在昨天完成签署宪报文件 他指出 有关法令的修正 主要是针对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到第45条文的刑罚 首次犯错者的刑罚 从现有的最高10年提高到15年 重犯者的最高刑罚则是坐牢20年 修正后的法令也提高了罚款数额 首次犯错者的罚款 从现有的2万令吉提高到10万令吉 重犯者的罚款则是15万令吉 吊销执照的实现方面 该部建议从现有的10年提高到20年 另外第44条文罪嫁导致他人死亡 一旦罪成 可以被判处坐牢不少过3年或不超过10年 同时可以被罚款不少过8000或不超过2万令吉 至于现有的第45条文 关于酒精含量的限制 罪嫁者一旦罪成 可以被判罚款不少过1000令吉 及不超过6000令吉 或者坐牢不超过1年 在新冠肺炎肆虐之下 法国海军乐团欣然来到埃及 在金字塔前展开前所未有的演奏会 新闻解释前一起到埃及首都开罗看看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